所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Go Doodle的Monday Orange Talk Show 所以我是Kin,我是Monday Go Doodle的那个创始人 然后也是这个talk show的那个host 所以其实这个Monday Orange Talk Show呢 是一个每个星期一的晚上的一个节目 其实它的用意就是在于要邀请不同领域的算是专业人士吧 就是在美术跟艺术空间里面呢 有所发展跟非常有浓厚的兴趣的人 来这里聊聊天分享他们的经验跟故事 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很荣幸的请到Vijun Tan Vijun来这边分享他的一些摄影的经历 来给我们听听跟学习 好,所以现在非常的荣幸呢 也非常的感谢Vijun呢 可以充空来出席我们这个talk show 好,哈喽Vijun 嗨,赵薇 那么这样我们可以先让你来个自我介绍吧 让大家知道你是谁 OK,所以嗨大家好,我是Vijun 然后其实在摄影这方面呢 我不是专修摄影的 然后其实是读Degree Psychology的 然后摄影者是一个兴趣爱好 所以就当然是有一些还是会接一些工作 比如说有人要拍夜照啊 或者是你有想要比如说一些小型的活动 比如说你的生日派对啊 这种活动都会有结啦 然后对,可是如果说是不是专业读这方面呢 就不是对,可是它就是一个兴趣爱好 这样子 明白明白 这样其实这个兴趣呢 还是这个摄影的这个活动呢 你是其实是开始接触的 我一开始的时候 一开始就是一开始有兴趣的 其实不是用相机拍的 那个时候就是用手机拍而已 然后那个时候应该是大概from4 大概14年这样子 然后就开始用手机拍 然后到16年的时候 16年的3月 对,才买个低价 Pamera 对,然后兴趣是最开始是因为 纯粹就觉得说 人家看到人家其他人拍的照片 然后就觉得说 为什么人家能够拍到这样美的照片 然后自己也去想看 试一试一下是不是 能够拍到一样的东西 然后对,然后就慢慢有这种兴趣开始 嗯 很好啊 I mean 就因为是从手机 现在手机来讲 其实也可以拍得出 很好效果的一些照片吧 其实到现在呢 就好像你讲的就是手机转据相机 那个转变是有什么原因吗 还是你要尝试更professional的拍摄方式 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呃 其实就像刚刚你讲到 就是现在手机已经能够拍到很好的东西了 对,可是 呃 有一些情况啊 当然是不能拍 比如说我们所谓常讲大观察的情况 就比如说 再看到background的这个日出的照片 所以这种情况呢 其实我们看得到 我们人的眼睛看东西 然后它自动就是把 我们都看到每一个东西都是有细节 问题是比如说这种大观察的情况 就是日出起来的时候 你会看到太阳很亮 可是你的前面比如说这座桥 可能是你拍不到任何东西的 有时候如果你用相机拍的话 还是很常我们 比如说有日出就多人家拍照 所以你想象看你后面是日出了 你站在这里拍照 其实你拍不到人的就是 你拍得到日出刚好的亮度 你人就完全是暗了 然后如果你要拍到人亮的话 日出就已经是完全白掉 已经过包 所以这是相机目前为止 呃 唯一一个最大的缺点呢 就是它其实还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一开始会把想要从相机转 从手机转去相机的原因就是因为 觉得说从手机内不能够拍到 不能够用手机拍到我想要再拍到的东西 所以就从那边才开始就想到 首先买一架相机这样子 所以也包括身边的朋友问说 我有兴趣想要进一摄影啊 然后你有什么推荐的相机买吗 然后通常我就跟他讲说 你先用手机拍 然后只是你拍到觉得说 手机不够用了 然后你才去花这笔钱买相机 因为相机摄影这件事情 真的是很烧钱一样东西 所以对 很多人其实他用手机拍一段时间 然后觉得 我其实没有这样有兴趣 然后所以这样 其实也算是一件好事 因为他也没有花钱去买个相机 所以很多人他会到就买个相机之后 然后到就也是没有拍到 然后也是蛮浪费的 明白明白 对对对对 可以相机几千块吧 至少 对对对 在最便宜市场上应该也 至少千八千九最少都要大概这样子 嗯嗯嗯嗯嗯嗯 其实我也很好奇啊 就是 你身为学生嘛 然后 你 你专注心理学 这样其实 对于 呃 心理学跟摄影呢 你 你觉得有什么联系吗 还是 完全是 不一样东西 嗯嗯 那就 最 对我来讲说 应该两个相似的地方 应该就在于说 去发现不一样的东西吧 就是比如说摄影的话 你其实 呃 比如说像我主要拍风景的话 其实你需要花时间去找地点 然后 对然后看说 哦 这个地方有哪里没 因为很多地方都是人家拍过的 然后如果你要拍不一样东西的话 就真的要花时间去 所以 这是在摄影里面 可是 心理学一样东西 就是因为 我们都知道说 心理学是一个 在某一学一样 或者是在全世界 还是一个 刚刚起步不久的一个领域 就是 它开始很久了 可是它 是现在才开始 慢慢被人家 比较大众或者去接受 然后所以 很多东西都还是很 不确定的 就是很多可能 我们所谓的psychological disorder 都还是在一种很初步的状态了 所以 它 psychology这个科目 对我来讲说 跟摄影就像一个地方 就是它让你去 发掘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 对psychology里面最重要的一样事情 就是你要 嗯 就是 很多人 就是 其实很多人都会讲说 读psychology 有人给的答案就是 it depends 因为 对我来讲说 就是很多东西 我们都不能给你一个 100%肯定 就是明天肯定会下雨 嗯 这种东西 就是你送到一个人家 讲说 明天可能会下雨 好像会下雨 所以 然后 你会花更多时间去发现不一样东西 所以 psychology里面就是这样子 就是很多人还不确定 所以 我不能给100%肯定说 ok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 就需要花更多的心思和时间去发现不一样东西 对 嗯 所以其实 相机 可以捕捉到这些不同 就是 其实你没有 没有预测到的这种风景 可能 在那个角度 在那个时候 你就可以捕捉到 其实 其实 就是艺术的一部分 就是 对 因为很多人有这种不确定 就比如说 这张后面这张飞行 其实也是 这是我第一次去这个地点 然后 就第一次就给我拍到 可是 有很多其他的地方 是我要去个大概 五次 六次 然后可能才有一次的 满意的一张照片 这样子 嗯 明白明白 所以其实也是 呃 拍照就不单单是你 随便走走 然后 你看到爽 你就拍 真的是要 要看时间 要选地点 要看人潮 什么 看周围 呃 其实 也是可以算是说 就随便走走 可是 它基本上概念就是随便走走 问题是说 你要随便走走很多次 才可能会遇到一次 你觉得很满意的东西 所以 所以 它基本上概念就是要你 只是随便走走 可是 对 你要遇到一个 你自己满意的东西的话 那个时机 可能你要去很多次 等很多次才会有那一次 所以 所以真的要花时间的心思去 嗯 那其实你 走了很多地方 还是走了很多 呃 应该是走了很多 一样的地方吧 就 呃 比如说一些 我拍一些日度的照片 然后或者是一些日出的照片 其实同一个地方 我可能去个十次二十次 然后最高一次记录 应该是我在同一个地方 就是几乎 每一天都会去同一个地方 那边待了大概一个月 所以几乎那一整个月的天天都会一直去那地方 然后 然后 对 还终于拍到自己觉得比较满意的一张照片 这样子 嗯 那个是什么地方 呃 呃 那就是就是 平常我都会去一个 呃 拍日落的地方叫 然后 然后 或者是人家 有一些人是叫 他就靠近 哥哥哥那边吧 然后 嗯 所以 他现在已经蛮多 游客会去了 就是有一个蛮出名的 叫做 Bak Tam Mi Udang的一个地方 所以那边的话都可以看耳日落 对 所以我在那边 那应该是 一两年前吧 两年前我在那边 就 几乎每一天都一直去那地方 然后 一整个月 然后才终于 拍到比较OK的照片 嗯 明白明白 所以真的是 就是 为什么你会 这样 执着于那个地方 有什么原因 还是你就是觉得这个地方很特别 没有 其实因为最开始的时候 我其实不知道哪个地方 所以很多东西就是 就是 你根本不懂 这地方可以拍日落 就是偶然有一次我在Facebook看到 有一位朋友 然后 他去那边拍到一张很美的日落照片 然后我就想 嗯 这样我也去看一下 是不是能够拍到一样的东西 然后结果你去那边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诶 原来不同潮水 因为它是看 它是在海边嘛 所以它有很多石头这样子 然后 不同潮水的季节的时候 海浪上来的高度又不一样 然后跟着月份的改变 太阳的位置又会有移动 所以如果你要完全拍到 类似的照片的话 其实是 要等 就是你要等到那个刚好的位置 然后 就这样幸运 可能就只有等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可以拍到 所以 这就是我 拍每一张照片 最执着的地方 就是我觉得说 我可以去那个地方 然后我觉得 我想像 我大概想像说 OK 我觉得满意的情况 大概会是怎样的 所以 然后我就是 怎样都要拍到一次 那个满意的照片 然后可能 OK 从那次开始我就可能比较少去 对 可是就是 那种 想要满足自己想像中的画面 那个感觉 然后就会一直 让我一直去 一直在去 一直在去 这样子 嗯 其实 讲到说 就是其实你已经有 在脑海中有一种 有一个成品 是吗 就是 你有一个 expected 大概的 对对对 大概想像说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会很美 比如说你看后面这座 桥的话 对吧 所以如果你想像看说 太阳日出的时候 整理很明显的太阳 从桥中间升上来 然后你看到你整理很美的话 其实 它的样子就蛮美嘛 所以大概 其实这是兵威第二大桥 兵威第二大桥 对 可是在第一大桥是可以拍得到 就是整理日出 尚在身上 啊 桥中央 然后 应该是每年的 如果没有说 应该是年头的月份吧 才能够拍到 然后 其实我一直以来 都有看到这样的照片 然后都有想要拍 可是 因为器材的原因 其实我到现在还没有机会拍到 所以 对 所以总有一天我还是会 想去 然后把那样照片拍到 当我有那个器材的时候 所以 大概就是讲说 不一定会有一个100%的完全的 就是ok 我想像是这样 然后拍出完全一样的 不一定 可是就是大概一个idea 比如说 对 像这座兵威第二大桥 我就有这种idea想说 可能是不是能够有一天 也拍到 太阳从中间升起来 那其实 就是说 你怎样在脑海中有这些 就是要想要的那种画面呢 就 你从那里拿到这些灵感还是什么 就是比如说我们平时 你可能在Facebook或是Instagram 其实 比如说 ok比如说 在Instagram看到人家在外国拍了一张照片 然后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很平常 你看到可能 叫什么California这样的地方 然后路边都是两边的野树 还是牛中树这样的 然后还有一个很美的日落这样子 所以 你就会想 就看了这些东西之后 其实 在比如说我们讲在槟城 但是ok我们讲在KL 其实是 几乎不可能拍得到 因为KL是一个大城市 然后你要拍到这样的画面 是几乎不可能 可是它就会有类似的东西 比如说我看到 可能KL哪里有一个建筑是 也是这样两排下去的 然后可能太阳 刚好是后面会有日落 还是日出的方向了 所以这个时候 同样类似的 我看过的类似的照片 就会出现在脑海里面 然后就想说 是不是能够可以这样try一下 看在这个地点 能不能够拍出这样的感觉 所以这样灵感通常都是来自 在看别人拍的东西 然后 对一开始其实很多照片 都是模仿人家 一开始拍的时候 或者是去一个新的地点的时候 通常就是模仿人家 就是我看过这张照片 所以我尽量模仿70-80% 差不多一样的东西 然后可能我在去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 我就可能提早去 然后或者是活更长时间去看说 是不是我 调一个角度 是不是能够拍到不一样的东西 有什么特别东西可以拍 所以都是从模仿开始的 可是对 就是必要有一些人会 就停在模仿 所以如果你只停在模仿的话 你就会看到其实我们在Instagram前 你不难看到有很多 比如说你今天你scroll到一张照片 然后你明天 又scroll到一样的照片 然后其实是不同人拍的 可是它是同一个地点 然后就变成一样的东西 然后对 就没有什么意思 在拍照 那个意义没有 对对 最大的乐趣就在于说 花时间去找那个地方 可能我不一定能够拍到很美的照片 可是那个过程的话 就会 对 你就会想说 我终于可以 当你真的拍到的时候 那种满足感是很满足的 as compared to你 可以模仿别人的照片 这样子 嗯 明白 明白 因为其实 在Instagram其实可以看到很多 类似的啦 就因为好像你 Google image search 同样一张照片都出来了 差不多一样一样的 对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 比如说尤其是旅游景点的话 就真的是你会一直拍到一样的照片 比如说到现在我已经已经 2020年已经四年了我拍照 所以 还是到现在我还是拍很多 就是说是跟人家所谓的游客照一样的照片 所以这种东西是没有的避免 因为有一些地方它就是这样子 可是 我们能够做的东西就是 等或者是再去 一直再去 然后一直再去看周边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然后能够去拍 或者是 比如说你要 比起一个普通的 一张普通的游客照的话 所以我就等特别的时间 比如说 日出啊 日落啊 下雨天有鸡水啊 或者是有人家有活动 Event进行在那地方 所以有什么 比如说游行啊 街头表演啊 所以这样子的话 它是同样一个地方 可是你就可以拍出不一样的东西 可是 可能我可能等了三个月六个月 我才有机会拍到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 就是我可以讲 就是为什么要 一直重复性的去一个地方 直到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嗯 明白 就其实那个地方 它就好像一个 算是背景了咯 所以 到最后是那个材料 对对对 所以地方是死了 然后就是看你怎样 想尽办法 排出不一样的东西而已 对 就像我之前去新加坡的时候 然后 因为去的时间很短 所以基本上我能够做的就是 拍游客照而已 可是 回来之后你就看到很多人 对 然后你就会看到 其实有一些在住在新加坡的人 他们就可以拍到很多 游客看不到的东西了 所以 这就是有些时候我会想要去一个地方很多次 包括去旅行的时候 可能想要在同一个地方 待多一点时间 待久一点是因为 对就可以找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 它还是一个新加坡 可是为什么人家可以拍到特别的东西 就是因为它真的是花时间去等 然后 花时间去找 对 或者是同一个地方 因为它等了 然后也拍到不一样的东西 嗯 所以其实 拍照 是很靠就 耐心的咯 对 没有耐心 你要速食的话很难 很多人都是我们预料不到 对 对 你不能够想说 比如说今天我要去拍Ritual 然后 对 我就要拍 没有的 就是我们不能决定 遇到可能 下雨 或者就是吃乌雨 或者是烟太重 所以 对对对 真的是看天的脸 吃饭呢 这个行业就是 包括 比如说我们拍Event 也会这样子 就是 因为如果你要拍到很多人超 你还是要等 比如说我想要帮人家拍 你毕业照也是 比如说 他想要去一个 然后 我也要看天气 然后可能刚好那天呢 天气很美 可能满天都是云 跟整个天空是完全很清 完全没有云的 情况的话 其实你拍出来的感觉 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 对 真的是完全就是看天吃饭 除非是一些室内的拍Product的话 这样的话就可能会 你能够控制的东西 比较多一点 嗯嗯嗯 明白明白 所以只要是外面的话 那真的是看天 听天由命 对对对 然后再配合吧 如果你只要出门 是是 所以就像你讲 要耐心 其实包括在室内拍Product都好 你还是需要 很多耐心 虽然说你不需要看天 问题是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人拍 食物啊 很美的照片啊 这些 其实 真的是不容易拍的 对他们来讲 其实 要有你的 就像刚刚我讲的 就是说我拍风景 那我需要脑捕说 它的成片是这样的 就是我一个 expectation of end product 包括他们拍 在室内Product也是这样子 就是 比如说今天我要拍一个Burger 一个McD型出一个Burger 它的Menu 所以我要想说 OK 它今天出的是 比如说一个鸡肉的 所以我要怎样呈现出 它鸡肉很新鲜的感觉 它的Burger很立体的感觉 这个东西 它整个后面的过程 其实是 没有这样容易的 所以 所以 你会需要花很多时间 拿一个Burger 泡出来 就拍 所以 我觉得是很佩服那些 看到人家拍这些Product的人 就是 他真的是需要 你真的是需要很有创意的去想说 要怎样拍出这整个东西 所以 不管是哪一个方面 我觉得拍风景 拍人拍Event 拍Product都好 所以你都是要 很有耐心的去想 和花时间去想 嗯 好 明白 那其实 呃 说到拍Product啦 就是 比如好像一些 刚开始要做生意的人 然后他们其实也是有一些Product 然后他们 对对 如果要 呃 要把它呈现在他的网站 还是什么 像对你来讲 最好的呈现 然后最budget的呈现方式是怎样 就比较容易吸引到 最简单的程式方式的话 就是 把你的东西拿出去户外拍 如果他东西是能够在户外承接的 所以 比如说我们讲 呃 今天你出一个 一个新的食物吧 比如说你是一个restaurant 你出一个新的食物 然后其实你就只需要 我拿去户外吧 比如说我会这样 桌子 然后就带去户外一点 比如说 呃 比如你的食物 比如比较 比较 outdoor的东西 比如你可以拿去海边 这种地方 或者是拿去一些 草场的一种地方 树下 比如说你拿一张木的桌子出去吧 拿一张木的桌子 或者是其实很多人没有木的桌子 你就拿普通plastic桌子 然后买一个 木的 花纹的background paper 这样子 对 然后你就带出去 然后 去到比如说 可以一棵树下 然后可以在早上 光线比较温和的情况下 所以我就把树放在那边 然后可能 阳光打下来 然后一点树叶的影子这样子 然后你可能就用手机拍吧 或者是你自己有相机 用相机拍 就可以了 所以 比起在室内 想要组装很多的灯光啊 又要买后面的background 之类的东西 其实户外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情况 不然的话 就是一些人的店链 或者是他的 家 有靠窗的地方的 然后窗的口 会有阳光进来的地方 对 你就可以在那边放个桌子 然后 因为其实 就像人家一直讲的 摄影就是用光的技术 所以就是 找到有光的地方 然后 对 要节省budget的话 就尽量不要在晚上拍啊 或者是灯光很差的情况拍 除非你有一些 如果你要花钱买一些灯来补光 或者是用你电话 Dosho来补光 一点都可以 可是如果你想要节省所有麻烦的话 就是在 白天 然后户外 有阳光充足的时候 尽量避免下午的时间 比如说 12点到3-4点 因为这个时候是阳光最强的一个时候 所以你拍起来的东西都会 很flat 所以 通常人家都会选在 常常和自己傍晚的时间 所以 阳光都会比较柔 这样子 嗯 对啊 户外 户外其实也是要 要配合跟你的 产品的主题啦 对 所以你要看 然后 通常也是会要找地方拍吧 所以 因为很多人比如说他们 像之前我遇过就是他拍 他是卖服装的 然后 然后 他 其实你要拍 很多人拍服装都会拍去找studio 然后就是后面整个是那种白色背景的 然后 对 可是有些人就觉得 欸我不要 我就可能去富外 比如说Benang 我可以去Botanical Garden 然后 对 就找一条很美美的路 然后后面一点点背景 这样子 就可以拍到了 然后 对 有些人甚至是家里的公园而已 有些人他可能达曼的公园比较美 就可以在那边 就可以拍了 所以 对 其实就是如果在public拍啦 就好像你夹服装 那么 如果是 要等到刚好那个 那个 那个 shop 要拍的时候 没有人的话 会不会很挑战 还是其实不用紧 嗯 挑战的话 是会有的 一定 我们知道说 public地方一定会多人嘛 可是 你可以自己 控制时间 或者是你去找一些地方 他可能 这个达曼的人会比较少的 这样子 后来是其实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在摄影人家用的方法 就是说 我们就像现在手机的镜头 就是有 所以其实 如果你用 lens的话 zoom lens的话 你可以把你不要的东西 就删除掉的 因为就是 我只集中 在这一块 所以 比如说像现在的 这个screen的话 如果是 wide angle 你可以看到我整个screen的 可是如果我zoom in的话 我只zoom在脸 所以我这里后面有人 人其实是看不到的 嗯 所以 这就是 摄影里面人家常用一点 或者是 最近在facebook 也时常看到 就是有些人在讲说 记者们拍的照片 讲说 人家好像没有保持 社交距离的照片 而且 原来他是用 长镜头 然后他是在 可能正面拍 一堆人排队 然后我是从正面拍 你其实看不出说 他到底是不是有 保持距离的 有距离的 像横拍 人家看得出嘛 所以 这个就是人家常用的方法 就是 把它zoom in一点 然后 你就可以把你 不一样的东西都可以 删掉这样子 对 其实也不是删掉 就是 你聚焦比较靠近一点 对 然后你就 就好像不见了 对 所以 不一样的角度 和用不一样的镜头 都 就可以 帮到你这样子 嗯 可以 不错的那个tips 我觉得 这个可以帮到一些 要拍 产品啊 拍一些 呃 食物 食物也是挑战 然后你要带出去 要煮好了 然后带一堆出去 对 对对 可是食物有些人 其实他们很聪明的 就是我们看到很多product的照片 我们在市场上看到很多product的照片 都不是真正的食物来的 就比如说我今天要拍一个 比如说我今天要拍一个 咖啡 是sandwich 也可以 就是 可能sandwich 我们讲sandwich吧 我们看到 其实你正常如果自己在家用面包做sandwich 你看说 我放一个15分钟 它就开始软了 它开始面包 再来了 可是照片是什么 因为通常人家去拍一张照片 或者是在studio拍 他也是要花很长时间去拍的 因为还要布置灯光啊 背景啊之类的东西 所以有些人用的方法就是面包 对吗 然后 先说是ham 可是它不是直接放sandwich 它就可能塞一块 cut board 在下面垫着它 然后面包 然后塞一块cut board 然后我再放sandwich 然后再塞一块cut board 再放菜 现在你看起来整个东西就立体很多 as compared to 如果你只是整堆 你直接做一个真正的sandwich 它就慢慢就会软掉 包括比如说我们讲咖啡 如果你冲咖啡 其实 我们知道说你冲了 然后泡泡 可能过一个五分钟 十分钟它开始 就是删掉了 没有泡泡 对 所以很多人会用的方法就是 用酱油 用酱油 然后 可能上面就放一点点的洗手液 或者是洗盘的 然后它的泡泡就会持久很长时间 然后而且我们没有很注意的看的话 就是你不在现场间 你看不出说 不是真正的咖啡来的 因为它直接就是用一样颜色而已 所以这就是拍食物的话 很好用一样东西 你可以想看 有什么是可以代替真正的东西的 然后 对 这样子 真的不一样 就是真的是用器材 不是在用真正的东西 对 所以你要去想看说 我做这些食物的材料 有什么是可以有 用假的 或者是用其他 可以比较耐比较久的时间的东西来代替它 这样子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人家拍Cream 我们知道说 比如说蛋糕上面的Cream很快 就是也是会软下去的嘛 最普通人家常用就是 T恤用的那个泡泡 所以 那个东西你泡了它就是 它其实基本上它不会软下来 所以它就可以吃就很长时间 所以 对 你可以找到这种相似类似的东西 然后它其实看起来很像的话 很solid 照片里面 对人家就不会知道说 诶 原来不是真的 而且你拍起来又好看了 它不会就是 软软 然后 不新鲜的样子 嗯 嗯 真的是 要appealing 就是要做到很具体 很新鲜鲜艳的颜色 实物最重要就是 对 看起来新鲜 然后鲜艳的感觉 其实 就像你平常出去买食物吃 你去到一档 它食物做到很美 excombat 另外一档就是 黯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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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黯 当然会比较倾向于那个 看起来鲜艳的 因为我们觉得 安全嘛 食物对不对 所以 用一样的想法去拍 就可以了 对 就是你正常看到什么东西会吸引你 大概这种方向 我觉得又70%是不会错的 但我们还是要算说 每个人有自己不一样的preference 可是 当然会有一个general的preference 想说 我们当然大家都当然一定同意 就是食物新鲜是最好的 你不会想要吃一个发美的面包 所以 对对对 就是这种思路 然后从这里去看说 怎样 把你的东西 用 走向这个方向 对 真的是 大开眼界一下 因为我其实我也记得 看到YouTube 就是 他们分享 拍那种 短视频 那种video 喷水下来人家 搅那个果汁啊 对对 那种短短视频吧 哇 工作后面的准备功夫很多 对对 所以就我刚刚讲 我们看到很多照片 或者是刚刚你讲的video 其实他们拍的人 真的是花了很多时间 才会拍到 所以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 人家讲了 为什么 拍一个video 这样归 拍一张照片 才几秒钟吧 对对 你看到的是几秒钟 可是拍那些人 他花了多长的时间去做 是没有人知道的 对 所以这些东西都 对 就是 要去理解 看说 为什么人家会收费这样贵啊 或者是 是不是有它的原因了 对 但我不是讲说所有拍照 或者是拍video的人 都应该 把价格抬到很高 但我们还是要让 这种东西是affordable 因为如果你做的太贵 没有人那个afford的话 其实也没有意思嘛 也没有 对 对 对 要合理 然后看说你的顾客觉得 可以 然后你的东西真的是 顾客看得满意的话 人家愿意付 然后你觉得这个价钱你合理 对 所以 对明白的 因为其实 就是 不同的level 它的要求就不一样嘛 有些人只是要basic罢了 那么就basic就够了 不用太高级 那其实就是在你摄影 你有一个过程 就比如你去选地方拍了之后 你有做一些 一些好像editing 这些东西 你都有做了才会呈现你的final的作品出来 对 就 不管是我自己拍的照片都好 或者是帮人家拍的照片都好 都会做就是拍的 然后先去 基本的几个步骤 第一样的就是取景 就是先去看这个地方 然后第二样东西就是 器材 我去看了这个景之后 我需要什么样的器材 才能够拍到我要的画面 然后第三样东西回来就是 整理拍到的东西 然后第四样东西才来edit 然后基本上就这样东西就是 叫你的客户 或者是自己撥上网自己的照片 对 所以大概就是这五个步骤 这样子 对 那我其实我也好奇啊 就是说 你拍一个 一个 perspective 一个角度 你会拍几次 然后你会 从中你才抽一张还是两张 是这样吗 还是你就是拍哪一张 看情况的吧 就是如果我觉得 这个perspective ok 的话 比如说我身后这一张的日出 应该有大概 它应该是十张里面的一张 就是 因为我们知道说 日出的时间 它上来之后 颜色都会有改变啊 之类这样的东西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它的 光线是最美的 但是我觉得最满意的一个时候 然后 ok 我拍到了 然后就赶紧换地方 然后看 因为太阳日出之后 它也是好还在边 或者是什么 然后我就看这个地方 还有没有 其他的角度 是我可以拍到 不一样的照片的 对 然后如果时间允许 我就会再拍 如果真的是不够时间了 就只好是下一次再去 这样子 对 可是拍Event 的话呢 尤其是拍Event 就不能了 我就需要就是 可是动作要快 这是拍Event 的人都知道 就是中西 动作要很快 因为比如说 我们讲 生日party 他吹蜡烛 他就是吹那一次蜡烛 尾的 他不能就是 你再吹蟲吹一次好吗 然后 所以 动作要很快吧 可是 当然 第一次拍 第二次拍 或是前十次二十次拍 可能都还不大 会拍得好的 这是很正常一样事情 因为你还不熟练嘛 可是多拍了之后 你就是说 这个时间大概就是大概这样子的 照片 我有几张可能一些比较 curse out的蛋糕的照片 然后一张 那个 受心工 在吹拉出的照片 然后周围人拍手的照片 然后大家拍一个合照 大概有这种概念 所以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他基本上就是那五个步骤 就是我去取景 或者是我收到一个工作给 是拍生日party的人 然后 第二次准备器材的时候 你就要想说 我需要拍的照片 大概有什么 然后我需要用到的器材 又会是什么 然后你大概就会 你整个流程就会大概出来 或者是一些 有些人会有一些习惯 就是比如说 是户外的event的话 可以拿到program listen 那种的话 就会是最好的 所以我会知道说 大概这几个highlights 是比较重要的 是比较重要的 我需要一定要cover到的这样子 所以 基本上就是这五个步骤去做 就 应该都 对啊 基本上工作是 比较 比较 比较guarantee 对 比较general的一种工作流程 当然每个人有自己的preference 去做的 可是 我自己的大概流程就是这样子 明白的 所以其实也不是很 就是 其实后面的准备功夫呢 其实真的很讲究啊 就不是说 哦 结了一个工 然后就走吧 就去拍吧 哈哈 就别这样吊傻 其实像我现在还不太敢拍人家 就是可能婚礼的 啊 D呢 就是我们讲的 这样子的 因为 它很 你很难就是讲说 啊 这种东西就是replicate不到的 一次过就是过了 所以 通常如果要 对我来讲说 我个人呢 当然其他人我不懂 可是个人的话我会 prefer 这种比较重要的活动 通常是跟拍先 就是你找到一个 很有经验的摄影师了 然后他有想要拍找助手的 你就可以先去那边打下手帮忙 然后你可以看到人家的流程大概是怎样 因为 既然说我讲这五个步骤是大概工作的流程 可是当天活动进行的时候 的那个flow是蛮重要的嘛 所以 就是先可以从注意开始做 然后 对 然后再看说 熟悉的流程的 你大概知道了 然后 你才来自己开始也不吃了 这样子 那其实因为婚礼 是 是好像生日party 这样子 比较多 多那些 节目 跟人 人数 会比较多吧 对对对 可是也是 其实 呃 这东西也是蛮看你的客户的 因为有些人的概念是说 有些人的观念是想说 OK 我今天有一场活动 或是生日party 或是我的婚礼 有些人就讲说 我只想要做一个纪委的 所以 其实你拍得好不好 我 我在意 可是我不会特别在意 我不会想说 诶 怎么你没有拍到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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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照片 怎么你没有拍到这个这个这样的照片 对 所以这样子的 你就可以比较大胆的去try 可是因为 我们知道说 现在这个时代的话 其实大家都觉得说 诶 我用手机其实就可以拍 为什么用相机反而拍不到 或者是我觉得 对我在网上看到人家都拍到这样 为什么你拍不到这样子 所以 这些其实无形中都会给 刚刚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人 一种压力就是 我怕做不到 然后怕被骂这样子 对 可是 有两点吧 第一点就是 其实谁不是被骂过来的 就是谁不是说被客户讲说 诶 你的照片不是我要的 你拍的不够好 这是蛮真诚的 第二样东西就是说 客户方面也要理解到说 其实 我们看到网上那很多东西 他给我们看到的可能只有那一面 可是其他方面是我们没有看到的 就是 这个摄影师他可能是一个 10年经验的 20年经验的摄影师 然后或者是他拍这场活动的时候 我们知道说现在其实 因为变化方便了 还有一个时常出现的情况 就是重要的活动的时候 比如说 婚礼晚宴的时候 可能新娘切蛋糕的时候 或者是他们开酒 开香槟那个时候 你就看到好多人 会拿手机起来拍的 对吧 所以这时候其实 给摄影师的一个烦恼就是说 大家都拿手机起来拍的 我要站哪里 对 这个无形中也是一种问题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对有些时候我们看到网上 好像都很容易 可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说 可能他们拍这个video 或者是这个情况 这样照片其实是在一个 control setting里面的 就是 他们能够控制的范围 对所以 所以好像也是有很多一些搞笑画面 就是人家给你看说 他摄影师拍一些照片 结果前面都是一堆手机的 当然人家是拿来搞笑 可是同时也是来给人家看说 为什么手机拍得到相机拍不到 因为手机都在前面了 相机基本上就没有机会再去拍这样子 所以所以当然 其实我也是看过一个 不知道是搞笑的 还是人家complain 那个婚礼招的 拍到很烂的 对 所以 当然这都是两方面的事情 当然我们也是要讲说 摄影师可能心念不足 然后他不知道说要提前霸好位置 就是因为我大概知道这个服务 这个时候新郎新娘要进场 我当然就是要在那边stand by 我不能在旁边的 因为我还在旁边拍其他东西的话 新郎新娘一进场 大家拿手机出来 你就是没有机会了 所以当然这是摄影师方面的问题 然后第二样东西就是 客户方面也许可能需要多一点点的理解 就是说可能还是新手 这方面可能做的不太好 当然我们婚礼是不可能重来的 可是 所以 你从另一个方面想可能还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纪念方式 这样子 对 所以 这都是 两方面都要一起去 negotiate的一样东西 嗯 真的要沟通好吧 因为 outcome来讲 大家都要有一定的 这种 人 让公司 这样子 对 然后你要知道说 你要的东西是什么 然后客户要 你能 客户要的东西是什么 你能够做到的点是什么 这样子 所以 就像我平时拍照的时候 我都会先问说 你要的东西大概是怎样的 然后是在我能力范围之内的嘛 如果不能的话 等下 我就可能介绍别人给你 所以这跟 又跟心理学有一点点一样的地方 就是 比如说我们平常最常看到的 或者是指导员 指导员 包括心理医生 医生 都好 都会有一个公表 就讲说 如果真的是 你来到一个客户 然后是你 不在你的专业范围之内的 比如说你是 你专业范围是 跟小孩子沟通 跟 小孩子沟通 然后你来到一个 adults的科学院 然后是你不熟悉的 对 最好的情况的话 在理想情况之下 我们都会建议说 你把这个科学院介绍给 别的专业的 啊 辅导员或是心理医生去 因为 如果你帮不到他的话 其实你是害到他的 嗯 所以你是一样的 在摄影这方面 如果你做不到 到最后 如果你真的是很 沉想要去的话 到最后还是 对大家的不好 对 明白明白 因为其实 就是 适合 就是大家两方面 都要适合对方 对 对 我要的跟 我能给你的 这两个都要 对 最好是越越越想配越好 对对对 当然是 还是我们会保留一些空间 就讲说 可能你要的东西 我不能做到100% 可能70% 80% 可是我愿意去try 然后我想要进步的话 它也是一种方法 可是 你不能说 我只有10%的把握 20%的把握 然后我就去 这样了 就不太好 对 可是大概我有70% 或是 的这种 把握的话 你可以give it a try 对 最重要还是 就是 最重要要跟客户沟通 就是 要先讲说 对 我可能没有办法 真的是100% 拍到你完全要的东西 你ok吗 如果你觉得说 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的话 就可能可以解决 可是如果 这场活动对你来讲说 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不可以出任何差错的话 可能 就需要介绍你给更好的摄影师 但代价就是可能要付出的 cost 会更高 你傻到更专业的人 然后就跟你经验了 你就要多付钱 这是一分钱一分购 这样子 明白明白 对 所以其实 好像 一个 刚刚开始的 一个 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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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东西 可是可以去try 就是先免费的拍 就是你有朋友生日 你就是先去 真的免费的帮他拍 然后你有 亲戚生日 就免费的帮他拍 当然 可是这个有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我一定要讲 就是说其实很多新手 会遇到问题就是 很多人做event 然后他就可以讲 欸我需要fotographer 然后你来 你是新手吗 我给你一个机会try 然后 当然我们的event 没有 relooking budget for photographer 对 所以 这个情况又会变成一个被exploit的一样地方 因为很多event 他们可能愿意把钱花在 我做deco 我做marketing 我花钱在这里了 可是我又想要美美的照片 可是我又不想付钱 对 就会造成一种情况 就是这些新手 被exploit的一样情况 的一个情形 所以 通常我都会跟身边的朋友讲说 如果你觉得说 你愿意的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两方面都愿意的话 那你就去 可是通常我不会故意这样子 除非是 你的自己的亲戚朋友 这样子的 你觉得ok的 反正就是去帮忙的 或是 对 这样子就ok 可是有一些 你感觉到他是在剥削你的话 就 对 就尽量不要这样子 因为这真的是一个很不好的情况 对 对大家都不公平 你想要照片的话 就真的是你需要付钱了 然后 你不能讲说 对方是一个新手 但我给你try 然后两遍都try 然后没有 这样 是有一点点不好的 对我个人来讲 try try了 然后我拍出来不美 可是你也不开心 对 对 我的名誉也没有好到那里去 对 被你压到边边 就是 这种东西 都要双方面 就比如说你去修车 你不会讲说 你是新手是不是 来这样你帮我try 修我的车一下 然后我就没有付你钱 你try修看 不太合理吗 这种情况 对不对 对 一样的道理 就是每个行业都会这样子 要怎样给新手机会的话 还是要 真的是要好好的看一下 就是说 两方面ok的 比如说我的车 可能我只是要换一个wiper 然后 ok 然后还有一个新手 他老板讲 我先来一个新的功能 我让他try看好不好 然后 可能他说的比较便宜 或者是其实我们有一些店 我看到的时候 有人做的就是 理法店 然后他如果是学徒剪头发的话 会比较便宜的 嗯 就是你付出代价 你可能要visa 可能剪出来之后 不是你满意的发心 或者是你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去 剪 因为他慢慢学嘛 他在学着 所以 对 就是这个行业 开始的方法吧 就是你从自己的身边的朋友下手 不然就是 帮人家做注意 就是你不一定去当assistant photographer 可能就去打灯 我去搬货 都好 只要你有机会跟那个东西沾边 然后多expose 然后慢慢累积经验 都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的机会 就是不一定要想说 我的第一份工作一定要是我自己去拍的 不一定的 就是可以帮人家打下手 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你本身呢 你是怎样开始 我拍的第一场 其实那时候我还 连自己的相机都没有 那时候其实就还是在人手机 然后 就有个亲戚讲说 欸 我看你照片好像还ok 就是我喜欢的类型 这样子 然后跟他的孩子 就是做生日party 然后 他又有一家 那时候还是compact camera 那种 就是我们所谓的point and shoot camera 然后 他就接我这样子 然后我用的是他的相机 然后帮他拍 对 当然他也是有 就是 我就很不好意思跟他收钱 因为其实就是他借我相机 让他给我一个机会去try 然后可是就还有讲说 啊 就我把一个红包给你啊 这样子 然后对啊 我也没有要求说要付到 因为那时候也是我第一次try 而且他愿意来找我 然后我觉得ok 然后 对我愿意就是try 然后他也ok with 就ok 那时候我第一次没有相机 因为我自己相机都没有的时候 那时候我开始拍的第一场 对 还可以有人助你相机 然后过后的 对对 然后过后开始就是啊 开始买相机了 然后又开始拍照片了 然后就有朋友看到 然后可能他们的 学校有动 然后就想说 不如你帮忙 对那时候我遇到就是那种 不如你来帮忙 然后这是完全没有付钱的 然后就看到说 有交在其他地方 然后待会就拍一次两次之后 就这样可能下一次 所以我还是要说话 可能你就要找别人 这样子 嗯 嗯 没有法子 哈哈哈哈 一直飞下去也不是办法 还是要遇到 对对对对对 所以 很常都会遇到 现在ok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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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我出现unstable这样子 okok ok 这其实也是 就是一个过程 就是从一个 揭晓角色 然后慢慢慢慢的去累积 所以基本上有时候 所以基本上有时候 所以有些时候如果 它不一定给你就是钱 有时候它是给你食物啊 还是什么 对对对 对对对 好的 那其实 说到作品 你也是有一些作品要分享 可以看一下 然后顺便听你的作品 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地方 我之前从来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地方给拍RTU 朋友拍,就朋友A看到朋友B拍 朋友A讲说他想要去 然后问他说你要不要一起去 然后就去了那次 基本上我们是迷路的,我们去到时候 这是在Dumb Dam那边 他就是在我们去水坝那个路当中的拐弯 然后那边看下去的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是在那个地方拍 然后我们就走进了森林里面 然后才发现好像不对 然后结果走出来问路人 那些时常在那边运动 没有就在下面那边 然后我们就觉得拍到这样子 所以这是蛮幸运的去一次就有觉得OK的照片 对 然后还有的应该是 对就是刚刚在背景的那张 然后对刚跟你讲 就刚提到问的那个说不一样的perspective 所以那个时候我拍了我这张背景的照片之后 你看背景的照片是太阳还没有出来的 所以它是太阳 然后现在这张是太阳已经出来的 所以那边我站着角度拍了背景的照片之后 然后就看到太阳出来 然后前面有一堆泥 然后就真的是走下去了 你就真的是需要走下去 然后可能肮脏也好什么都好 然后尽量把相机放到最靠近它 然后拿到一点点反射这样子 然后就觉得好像OK哦这样子 然后就拍了这一张 所以这个照片都是同一次的 背景的跟这一张都是在同一次 所以那一天的话 其实我总共只拍了三张 我觉得满意的 可是相机里面大概有几百张照片吧 三张满意的 其中一张不在这里 也就是刚好也有位附她的相机 然后那些被壳类的 然后刚让她走过 然后我前面这样走过 然后拍到她那张 那也是满美就是有好背影 就我个人觉得满意的 对就这样回答你刚刚讲的东西 就是拍个百多张吧 然后就只有三张 所以觉得满意的照片 对然后应该就是 对这是我昨天刚刚拍的吧 其实就在我家后面的一栋楼 然后一直以来我都没有照镜头了 然后刚好朋友接到一个场景 觉得这种感觉应该满美 如果zoom进去拍到一种 密密麻麻的感觉 然后对就这样拍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自己身边的东西 都是可以拍的 所以你就想看说刚刚我讲的 取景啊想器材 所以这个是地方 这个取景这个景我住在这人家这样久了 可是都一直没有办法实现想要拍的东西 因为没有器材 所以好不容易跟朋友借到器材的时候 就可以拍到自己想要的照片 这样子 嗯 哦这个应该还有 这个应该还有 这样子一样就是 然后拍一个这种感觉 就是这些照片的灵感都是来自于就是说在网上看到 应该很多人都看过吧 就是那种人家来搞笑的一些说 对对对 还有那个就是广州大楼 然后人家讲说如果 这种类似的照片 然后拿到灵感 然后也是可以拍到 就这样的照片 对然后 这个也是一个很偶然的照片就是 嗯 对刚好就是 就是我在town area然后 驾摩多经过然后看到 忽然就看到 诶很美很亮 然后 对那时候然后就停在路边了 然后找一个地方停摩多 然后下去然后拍 我就刚好遇到一位信徒要去祷告 然后 刚好就可以拍到他背影 然后进去Moss 后面有个日落 这样子 所以我拍照片 其实花了不到三分钟的时间 就是下摩多 拿相机 哎 然后这样刚好他走过 然后就这样一张了 所以 谁是谁定了 这相机走 对的 因为刚刚那天 本来就有想要去拍照了 然后就在套路 绕看有哪一个比较美的景 然后看天哪会美 突然这样子刚好 我经过那边的时候天很美 然后又有这样子一个情况 所以 对 所以这真的是很幸运的一张照片 然后之后我去了好几次 都没有遇到 那一次的情况了 然后这里应该是 对这是最一张的就是 这是在靠近白云山那边的一栋 把他们拍到 然后 这张是在2017年吧 2017年 2月31号也就是18年1月1号的新年 然后那一次是 The Top 公大第一次放烟花 那时候第一次有The Top 在新年导书的时候放烟花 然后那次也是就是我带相机出门 然后就是跟家人就是去 就是新年的sagervation这样子 然后也没有想到说到底能不能拍到东西 因为我第一次去那一栋宝门 然后结果请进去 然后说 它的顶楼是可以有给人家看风景的这样的地方的 然后就上去了 然后发现蛮美一些的就是 我很喜欢这样上面是还有一种香港的感觉 就是你好像从外面看冰城的感觉 所以好像是真正的冰城 然后我好像从上面看起来 所以我就看到又刚好可以看到公大 然后对就在那边架了tripod 然后放相机 然后就等了12点 然后真的那次就蛮 蛮这样讲蛮紧张的 因为那是公大第一次放烟花 然后发生一个很可笑的事情 就是12点了 然后你听到到处都是烟花的声音 对他还没有放 等了大概12点07吧 看放了一朵 然后应该是有something error 然后又在停掉 然后他过大概两三分钟 他才真的有放烟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其实周围已经没有烟花了 因为大家已经放完了 对对对 然后才等到他来放 然后就这样拍成了一张 然后到现在也没有机会再拍到类似了 因为真的是没有再去到那个地方了 因为之前也是亲戚跟朋友借的地方来 所以对这些东西 像刚刚你讲 就是随便走走或者是 事实上把相机带在身边的话 就算是不小心 或者是有一个这样偶然的机会 就可以拍到自己喜欢的照片 对应该就这几张 非常地漂亮 这样也是拍比那个景价 我觉得最满意的一张照片就是 真的就是这一张 因为对而且这真的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除非你是住那边的 或是你有朋友住那边的 才有机会可以拍到这样的照片 对 而且挺有纪念性的 就好像你这样 就是第一次 因为他是刚好第一次放烟花 然后我是第一次找到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这样的一个角度 我从来没有想过有这样的一个角度可以拍比南的 从来没有想过 然后真的是哪一次而已 好 那真的是要多走走啊 因为其实当你越走越多的时候 你看到的不同的角度就越多 那你其实可以带出来的那个相片就更多 对 所以就是像你讲了 多随便走走 然后也把相机带在身边的话 就 所以我刚刚讲的好几张照片 其实都是偶然遇到的 所以这些都是 这种就算就是要那种long exposure的吗 还是 对对对 在这张照片应该是expose大概4秒钟吧 所以通常拍烟花的话 通常的做法就是大概3-4秒钟 然后可能把ISO就是感光度调到觉得OK的 大概100-200 的感光度 然后把光圈缩小一点 就是尽量 光圈缩小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前景 就是我们看到前面这些building 它其实所有东西都是in focus的 所以都是sharp的 所以就是小光圈的一个作用啦 如果用大光圈的话 可能它前面是很sharp的 然后后面就虚化掉 所以像我们平时拍portrait 那时候人家都很喜欢 就是前面人很清楚 然后后面都是很虚的效果 那就是大光圈啦 对 所以大光圈 然后这就是小光圈啦 尽量让所有东西都in focus 这样子 对 那其实前面那一张也是会类似的方式来拍嘛 之前那个清灯室的 因为它后面比较亮啦 对对 所以这张的光圈应该好看5.6或者6.3就是算是中等的光圈吧 没有太大也没有太小 对然后 它的挑战性就是我刚刚讲它光差很大 所以就是其实清灯室一开始拍起来整个都是蛮暗的 然后这里就是刚好的曝光 所以后期调的时候基本上我会平常正常的流程也就是把亮的地方弄暗 然后把暗的地方提亮起来 然后可以看到旁边有一点点的黑边 这个就是可以把它 如果你把旁边弄暗一点点的话人的focus自然就会去到中间嘛 然后这样照片的焦点在中间 所以基本上的流程都是这样子吧 所以如果 通常人家问我说你是不是用photoshop edit啊 然后有没有调什么啊 基本上我用的都是用lightroom 然后就只是做一个微调of 可能把 就是我刚刚讲的 把亮的地方弄暗 把暗的地方弄亮 然后再一些contrast啊 vibrance啊 把 那个显焰度 我觉得说 我觉得要显焰的颜色 我把显焰的颜色带出来这样子 有些人觉得说他的照片要 比较暗的是什么 就跟着你自己的preference去调咯 所以基本上不会 不会那种大条啊 坏一张照片要edit的照片可能三四个小时啊 不会啦 大概这张照片我看 一个十分钟 五到十分钟就 基本上把想要带出来的颜色带出来 明白明白 其实每一个都是需要一些 就是不只是单单拍照那种 技术你要会然后 在于那个editing也是要去学的 对我来讲说其实 这个也是人家常问的一样东西吧 就是如果想要拍照 我是不是一定要会这些editing的东西 我会觉得说先把你的时间的专注 focus放在拍照 因为毕竟这个东西是叫摄影 或者叫photography 它不是叫editing 所以最主要的东西还是要先 只要ok我觉得这个构图要怎样 对先把照片拍好 然后再想说我可能要怎样挑 如果对当然如果你的专注都是在说 不要紧我 如果你拍照你开始有这种想法 说不要紧啊拍不好回家editing就可以了 你就要开始可能要注意一点点 是不是有开始偏离轨道 因为你的一开始的最开始的那个目的是想要拍照 而不是在editing 如果你把你所有拍照之后就会觉得 不要紧我后面可以editing后面可以editing后面可以editing 然后拍照的意义就好像不在那边了 他的乐趣就不在了 因为你不会想说再 我不想要再去拍 比如说这张照片一开始是没有这位信徒的 然后我感觉 不要紧我后面editing就可以了 所以你就不会有那个感觉说 我下次还要再去 我要再拍到一张满意的照片 所以这个就是 有些时候我一个朋友讲说 人家问的时候 就会感觉说先把你的专注力放在拍照 对对对对 就其实知道你要你要的是什么了 因为有些人只是要就是要这个成品 然后这样拍照之后来讲可能是次要 所以如果你的不会是editing的话 就去这样子对 你要定位好你自己要的东西是什么先 然后你再去做这样子 好,ok,ok 其实这样也是分享了很多 算是很多小细节吧 然后跟一些要怎样开始的一些步骤 非常的有帮助 就希望说 这些东西可能 平时拍照的人都不会跟你讲吧 或者是你想要开始拍照的时候 可能会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吧 然后就只是这些了 希望说 对,有兴趣拍照的人就可以 真的是 有兴趣拍照的人就好好拍照吧 然后你真的觉得我想要 我想要走 editing 的风格的话 那也没有问题,你就走你 editing 的风格 然后尽量避免把你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别人吧 所以就像我跟朋友拍照都好 每个朋友都有自己不一样的风格 所以 不要觉得我的风格是这样子 然后我就要强加这个风格在别人的身上 因为照片就是要拍鲜艳的 就是要这样的色彩 就没有这种必要吧 因为毕竟他还是 读的读的 extent 算是艺术这样的事情 然后还是 subjective 对,如果你觉得你想要这样子的 然后就去啊 没有对错的这种东西 没有对错的 对,美和不美 也是看个人的 对,所以 这个很重要吧 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尤其是一些刚刚开始拍照的人 当然他们一开始他就会跟一些朋友拍 或者是跟一个他想要模仿的对象拍 然后 会出现的情况就是这样子 被人家强加在身上 想说 对这样子 然后 就有点不好啦 对,所以自己注意就ok了 就 你自己拍啦 因为有些时候 如果你真的是强加在别人身上的话 变成说 你会看到很可惜 就是你完全没有机会自己发挥自己想要的东西 所以你不难看到有一些人带出来的 就是他跟他朋友一起拍 然后结果 大家拍照片都一样 你可以 比如说我看到照片就想 啊照片就是我去叫他拍的 就是这样子的 我就觉得 我很尽量避免不要说 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因为 人家就觉得说 没有特别啊 就是比如说 我有个朋友A 他想要跟我一起拍照 然后结果 人家看到照片的时候 想到的人是我 不是他 这样 这个作品还有什么意思呢 是他拍出来的作品 可是完全没有任何代表他自己的东西的话 then就 对 所以 拍照这种东西 还是看你自己的风格 也是很讲究啊 我就 这只是一个个人的习惯吧 就觉得说 不喜欢 呃 对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 就是 大家有自己的作品 然后大家有自己的 preference 这是当然是最好的一样东西 包括其他 我相信 你interview其他人的时候 画家 什么啊 他们也是会想说 不希望说 你抄袭别人 或者是 大家都希望你自己的代表做 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 就是这样子 哦 哦 因为其实讲到 嗯 抄袭这个东西啦 就是 其实 基本上抄袭来讲 呢 有两种啦 一种是 你真的是 purely去抄 没有用脑去 process 对 你就是要 那个final的 outcome 是一样的 我不管用什么方式 反正另外一种抄袭真的是 像你讲的 我要去做那个步骤 怎样去 呃 从那个process 然后 hit到这个outcome 然后自己找到自己 啊 自己找到自己的 对对对 所以 就这样我们 其实 画家也是这样啦 他们也是 有这样的dilemma 对对对 大事都很多啊 其实 对对 就是 当 时间 越长 然后 其实 不同的时代 有自己的 当代的画家 当代的大事 对对对 然后其实最容易学的方法 就是 copy大师 模仿 对对对 都从模仿开始 大家都是从模仿开始 对对 最重要的就是要 在模仿的过程 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讲的 自己加入自己的 一些元素进去 我不是就是 好吧 我就是这样子就好 然后你就没有完全没有进步的 空间的话 就对 但是 还有最后一样的 其实 就是 其实我们拍照啊 还是 其实做任何艺术品 画画不了 然后 就会有一些 想法 就是说 哎呦 这种我拍不美的 哎呀 这不美的 然后 好像 Digital photography 其实你拍不美 就是 继续再多拍几下 因为你的 你的film 其实是unlimited 画的卡片就对了 但是我们就是有这样的想法 那 有这样的想法的人 你要怎样去 劝他说 其实不用紧 多拍几张就OK啊 通常 如果有又要这样的人 我通常会做的事情 就是给他看一下 我之前拍的照片 所以 包括我自己 看了我三年前 四年前拍的照片 连我自己都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拍出这样的东西了 可是当下的时候 我没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很满意 当下的时候 哇我拍到这样的照片 可是三四年后 看到的时候 我到底拍了什么东西 所以 这种时候 就可以给人家看到 其实就是每个人 都会经历的这个过程 然后 你觉得不满意的照片 最简单 直接的解决方法 就是再拍 因为如果你会觉得 你有拍的不美 这代表说 你心里面 或是脑里面 有一个idea of 什么是美 一定有嘛 不然你不会觉得东西不美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有一个expectations 然后就是这个 expectations 跟你的reality 之间的差别 导致你觉得不满意 所以 你有这个expectations了 就想办法 去达到你的expectations 然后去问人 比如说 我今天可能 我拍一张照片 诶 我的expectations 本来是 比如说 这张日出 我expectations本来是有 太阳从中间身上来的 所以说拍不到 所以我觉得不满意 所以就去问人 诶 原来这个月份 太阳不会从那边升起来 诶 原来我需要用 长的镜头 才能够拍到 或者是原来我的 后置的 post processing那边 可能要 再调一点点的 亮度什么 才带出那种感觉 所以 最重要的是 你知道自己清楚 知道自己的expectations 是什么 然后看到说 是什么东西 导致这个expectations 跟这个reality 之间的差别 然后去 overcome 这些差别的话 基本上 你就可以达到你想要的 expectations 对 也学到了 要怎样 就是做到这个大师的作品 level 因为其实如果你没有一个目标 或者是你没有一个idea 一个expectations的话 你是不会觉得东西不美了 对吧 你没有一个idea 没有要求 你没有一个idea of 插龟雕是怎样的味道 你吃所有插龟雕都是ok的 可是只有一天你吃到一盘 你觉得 这个味道是我想要的 这个是好吃的插龟雕 你才下次吃插龟雕的时候 这个不好吃 这个有点偏咸 这个有点太辣 这样子 所以照片也是这样子的 你会觉得说 自己拍的不好的时候 就是代表说 你有一个expectations在了 所以就 either你把你的作品 带到你的expectations 或者是 你改变你的expectations 对吧 对 就只有这两种方法 然后就可以去解决到说 overcome到说 为什么照片 我觉得不满意 这样子 好 真的是学到很多 小小的东西 小小的不同的窍门 就希望说可以帮到人家 对 就是有兴趣想要在这个方面的人 可以 可以 好 其实就是想知道最后 就是 你也是一个小时处了 然后 就好像你本身有任何的 services 还是拍照的课程 有什么这样的东西 你要offer给大家的 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 最普通的就是拍毕业照 对 帮人家拍毕业照 就是户外的那种 当然不是studio 就是可能 比如说你是大学生 然后 当然大学生都会有自己 特殊的那个角落 是你觉得 我对自己特别有纪念的 特别 讲到在这里里面的 对 这种毕业照 然后可能一些小型的活动 你有生日party 你有可能结婚纪念日 然后你的周年庆 对 然后下一个就是event 就是我刚刚讲event 可能一些公司的event 也会接吧 可能一些outdoor event 比如说 像人家的 叫什么 有展览啊 这种东西 就是 对 然后是我做一场exhibition 然后 我需要人家cover 一些纪念的照片 然后最后就是 就是 比较少的啦 就是 还是有做就是 帮人家拍人像 对 人像跟毕业照不一样地方 就是 我拍毕业照 通常会专注的地方 就是说 大学是你在那边生活的 然后当然你会有自己 觉得说 这里是我想要留念的地方 对吗 所以就拍 这些比较特别的地方 对 然后用你的大学 作为背景的 然后可能人像的话 就偏于说 你想要拍的风格 有拍古风啊 拍 艺术照啊 这种我们所谓的沙龙照 对 这种也是有 可是会比较少吧 对 通常如果有这个的话 会 如果我做得到你的expectations 我就会拍 因为这种沙龙照 每个人有自己不一样的风格嘛 然后如果做不到 可能就介绍朋友 这样子 对 然后基本上就这四种吧 然后课程的话 基本上是 没有啦 我就没有做课程 可是就基本上如果有 大家有问题 觉得说 因为我今天拍一张照片 然后或者是 我今天有想要去拍日出 拍日落 或者是拍某某东西 然后不知道有哪里可以拍 或是需要带什么东西 所以通常你就可以 Facebook message我 或是Instagram message我 然后能够帮到我去跟你讲 这样子 OK好 非常感谢你 不会不会 谢谢你 我想要看之后 我们有没有机会 再一个live OK好 没问题 不会不会 OK 好 今天我们就 应该到此为止了 所以再次谢谢大家了 也谢谢Vegin 用你的时间来 参与我们这个talkshow 好 我们晚安 下次见咯 OK 拜拜 拜拜